再来看一下呢 那就是提供给您3月27号到4月12号的时候呢 来看一下阿联酋的公关公司呢 他们做了一个调查 好那就是呢 阿拉伯的世界青年对于美国跟大陆的观感不太一样哦 来看一下呢 他们呢 把就是年轻人了 他们呢 把大陆80%人把大陆视为是盟友年轻人了 再来的话呢 他们呢 把美国呢 有72%的年轻人把美国呢 视为网友 换言之呢 现在对大陆呢 好像这个观感比较好一点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呢 那就是阿拉伯世界当中呢 第一名 受欢迎的 就是第一名的话呢 是土耳其占了82% 再来的话 就刚说的80% 再来的话呢 是英国79% 那第七名的话呢 才是美国 那么这有没有可能大陆呢 在阿拉伯地区的足迹 有逐渐扩大的迹象呢 再来看一下呢 那就是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呢 在大陆的这个 呃 和事佬的安排之下呢 他们重新复交了 有人说呢 大陆是最大的赢家哦 好 那么首先的话呢 带大家来看一下 那就是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 这两个国家的话呢 一个呢 是逊尼派的穆斯林 一个的话呢 是什叶派的穆斯林 再来的话呢 沙烏地阿拉伯 他是君主制的 伊朗的话呢 他是神权政治 而沙烏地阿拉伯呢 他过去的时候呢 是偏结盟于欧美 结盟于中俄 好 那么2003年的时候 伊拉克战争以后 局势升级为了 区域代理人的战争哦 好 那么之后的话呢 包括了像叶门 包括叙利亚 还有包括了黎巴嫩呢 对于沙烏地阿拉伯 跟伊朗两国所支持的呢 哎呦 完全不一样了 断交的契机 是起于2016年的时候呢 因为沙国处决了 什叶派的神职员 而引起的 那这时候的话呢 就要来跟志伟 你请教一下 现在的话呢 沙伊两国复交 对大陆的好处 的确 沙伊乌地阿拉伯 跟伊朗复交这件事 应该是今年在 中东外交界上 一个最重要的新闻 而且可以看到 站在中间的就是 中国大陆的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所以中国大陆在这里面 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 那一般认为说 因为他这次在建交之后的 不但是在 恢复安全合作的协议 其中包括贸易投资文化等等 都有说要进行恢复交流 而且他因为是在一个政治经济 跟宗教上面都有严重分歧的两个国家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可以展现说 中国大陆现在真的是在中东的实力 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那么以前中东被视为是 尤其是沙古地阿拉伯 被认为是美国坚定的盟友 但自从 自从这个杀害记者事件之后 美国跟沙古地阿拉伯 关系就出现分裂 那中国大陆就趁虚而入 那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的 不断地在利用调停的这样的方式 增加自己在世界各地 尤其是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事实上从200几年开始 2002年底开始 中国大陆已经在15个国际冲突当中 扮演调停的角色 虽然不是每一个调停都成功 但是他的影响力就这样增加 因为他在未来2049年的时候 要成为世界头号大国 但是另外一方面 沙古地方面也讲说 其实他们跟伊朗虽然是复交了 但是对伊朗 他们还是视为最重要的对手 因为还是高度的忌惮 他们不认为伊朗 真的会变成自己的朋友 那这个场面就是做面子给中国看的 嗯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面子又是什么呢 那俄罗斯他在中东的势力 会不会因为乌俄战争被大陆所取代哦 好 那么的话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来看一下呢 之前的时候呢 俄罗斯呢 他曾经在2019年的时候呢 他在埃及有进行过联合军演 而且两国还承认未来要加强合作哦 同时的话俄罗斯还是中东地区 第二大的军武出口国好 那么再来的话呢 看到一下呢 那就是现在因为俄罗斯受到了欧美制裁 他呢 有一些军事的话呢 军事设备受到了打折出售 而且呢 有些东西呢 还必须要洗产地才能够转卖哦 所以的话呢 再加上战争导致了俄罗斯的军火库耗尽 现在呢 中东国家为了避险都加强跟大陆的往来哦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再来看一下呢 那就是有关于中俄之间呢 哎 他们之前的时候呢 排除万难研发了CR929的宽体客机哦 好 那么这个宽体客机的话呢 为什么叫CR C呢 就China R呢 就代表Russia的俄国 那么929的宽体飞机 它的标准呢 是接近于波音787跟空客A330 投资的计划呢 是500亿美元 那么预定2023年首飞 那跟周请教一下 现在2023年已经来了呀 没有 其实这个计划应该说在去年7月的时候就已经宣告 没有宣告 但是基本上就已经是终止了 因为在尤其是俄乌战争开打之后 事实上因为俄罗斯遭到各国的制裁 所以他们基本上如果是俄罗斯要造飞机的话 应该是买不到引擎 买不到其他关键的零部件了 所以当时俄罗斯有提出说 是不是就用我们两国自己的东西就好啊 结果显然中国大陆是比较冷静一点的 他不相信俄罗斯所造的引擎能够承担国际的飞机 客机的发动机他所需要的安全性 所以他还是决定要买劳斯艾斯的引擎 所以当时这个案子基本上就已经没了 那中国大陆呢怎么办 他其实是转向跟空中巴士合作 所以去年的时候可以注意到 他签下了历史大单 买了292架的空中巴士的飞机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空中巴士不只是过去在天津有盖一个总装厂 在苏州他也要盖一个研发基地 所以接下来未来随着这个合作当中 中国大陆的盘算应该是渐渐的 也是在飞机这块也可以建造起他们的红色供应链 嗯没错哦 而且呢大陆现在的话呢 他能够自己造飞机 也就是之前的时候呢 C919呢才商飞成功 当然了满月就出包了 什么出包法呢 他就是呢他没有发生什么事故 但是呢他延后了两小时才起飞 来介绍一下大陆自己呢研发的这个C919 他的航程4075到5555公里 速度的话呢是0.785马赫 最大的起飞重量呢是75.1到78.9公 78.9公顿 载客量最高是192人哦 好那么在这个大陆也能够制造飞机的情况底下呢 波音跟空中巴士呢 他们在大陆市场呢 会不会首次面临的挑战呢 来看一下波音的执行长 他之前就说了 大家不用害怕啦 为什么呢 即便是三强鼎立的话呢也没有关系 大家不用过度焦虑 这反而是愚蠢的 来跟志伟请教一下 的确因为他的说法是说整个世界真的很大 所以不用因为在这个科技的领域 再多一个竞争对手就觉得很严重 但事实上美国对于这个竞争对手 还是有点忌惮的 尤其他们觉得在美国的眼光来看 会觉得空中巴士是短视尽力 因为美中关系不好 所以空中巴士在中国卖飞机就变得更好 因为现在只有两家在比价嘛 那后来空中巴士现在去年卖的292架 今年4月马克宏访华的时候 已经有160架宣布可以开始准备建造了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就会觉得说 空中巴士在整个不断的增加 对中国的投资的情况 其实是养虎为患 现在看来他可能没有杀伤力 可是再过10年20年谁知道呢 没错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观察 TVBS 国际Plus 谈拳球 中国观察 我是陈向如 我是庄志伟 我们下次再会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